大家好,歡迎來到這個《正向的天空》的晚上節目的時間 這裡有我許樓山 還有,很豐富,今天有很多主持一起參與 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網友好 澳洲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茶師真,你好 還有,都未睡覺的紐西蘭的伊德台仰 大鴨 他就是青瓜,馬來西亞的大馬sir就是西瓜 很多,兩個瓜,雙瓜,我就變了一杯咖啡 有點像周星馳那時候的百變星君 那部電影不知道,雖然有人說拍得爛一些 不過我也覺得挺好笑的 記得like我們這段影片,留下留言 最緊要訂閱網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正向報》和《曬冷氣》 還沒講到今天的時間,2020年的6月6日 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些什麼呢?輕鬆一點點吧 今天看到一篇東西寫得很好 就是一哥鄧炳強出席一個叫做 由民建聯舉辦的講座 叫做揭子攬炒風保護年輕人 有很多人其實這段時間 我要怪這些年輕人 又如何判他們的罪 要判得不夠重還是怎樣 我其實覺得某程度上 其實應該是要保護這些年輕人才是最適合的 很多時候有一句說話叫做 薑就越老越辣 大家想起帆暴派的老疆有哪幾個呢? 馬來近平呢?你會想起帆暴派老疆有哪一個呢? 帆暴派老疆我即時想起胡志偉 我要接揮官 不是他 說那句不是他 是哪一個呢?那個是他 有啊 他有啊 其實我想起就是離寒奸 最老是他好像80多歲了 還有那個什麼?楊森 那個都很老啊 深場不好的楊森 鐵頭 台湯呢?覺得哪一個是泛暴派的老疆? 還有摔頭啊 除了鐵頭就摔頭啊 老疆我就覺得是梁耐根啦 他這個人都玩了這麼多年了 有時候要用暴力去解決這些問題 是嗎? 嗯 這個人其實都活了大半世人 他好像已經不選的了 但是他還是說這些東西 我覺得是很不負責任的人 那我會 大家講到這麼多個了 我就會講一下吳凱儀啦 這個老乾婆啦 雖然寫了說不應該這樣講 我也覺得他是個老乾婆啦 那姜就越老越辣啦 所以令到很多年輕人都會信了他們啦 或者被他們點到出來啦 所以說要保護年輕人呢 其實都是對的 保護一些未受騙啊 或者可能只不過心態上是信了這幫叫黃人啦 或者還是怎樣啦 希望我們能夠可以 早日清楚回頭事案 很多一看近來的新聞 有一些簡直是未到18歲 又被人搜到汽油彈啊 又有武器啊 還是怎樣呢 大家有沒有想起以前的自己啦 即是未到那個年紀 即是14、15歲呢 都沒有想過要做汽油彈的 是嗎? 就算很奮世的習俗呢 最多是買一支氣槍自己玩一下 都是自己買一些氣槍 自己弄個把射一下 都不會弄汽油彈的嘛 沒有錢買氣槍啊 只可以吃汽水油多彈子而已 最多都是BB彈啦 就不會弄汽油彈啦 是不是呢? 是犯法的東西來的嘛 是呀一般人是不會犯法的 而且你看到有時看到外國新聞啦 有些暴動都會扔汽油彈的 你看到那個畫面都 看到都害怕了是不是? 一般在其實是 老實講在香港就 根本就汽油彈這個歷史 就是很久以前歷史就試過了 即60年代那時候 接著是想不到啊 去到去年又試多一次 就是隔了這麼多年之後 看到有人做這樣的事情 還是這麼大規模這樣做 覺得是怎樣呢? 而且以前是零星的 現在他們是很多的 就是多到密集到真是 唉不過剛才你說的那幫老海鮮 大家想想那幫老海鮮付出有什麼代價 而且錢袋還滿滿的 是嗎? 是的 認了一哥所說的一段發言 不如我先說一下一哥的發言吧 我們一起就著這一次的發言 我們一起討論一下好嗎? 他就說了 犯罪就有年輕化的趨勢 所謂的叫做反修例事件 就鼓吹了犯法和暴力 令到2019年的犯罪案的比例 就不跌反升 認為警隊就避著所謂的香港的動亂期間 有些人獲得了利益之餘 還要抹黑 還要污衊了警隊 你又怎樣呢? 用來爭取自己的政治紅利 利用假新聞的消息去灌輸一些叫做仇警的情緒 最可恥的是什麼? 是年輕人被捕之後 只是呼籲人出來捐錢給他們 籌其律師費打官司 那些年輕人就幫他們結帳 所以就形容香港面臨是一個法治的災難 演變成本土恐怖主義 以致威脅到這個國家安全 我們就著這一段講也是 很可恥的 他們的律師找不到食物 或者想找多些食物 那是什麼呢? 沒有人被捕 沒有什麼安案 那哪裡有生意? 那這一幫人呢 年輕人被抓被判之後 要找人打官司 612開談 名義上就叫做基金 實際就是律師那方面為威威的 是嗎? 是嗎? 那許智峰之前又搞這些 叫眾籌還是怎麼樣? 有三宗 有一宗就是今早我們早晨都說了 什麼的士司機 這樣都可以 什麼私人檢控還是怎麼樣? 真的相當之可恥 還要很開心那些 我不知道今節我們早晨 沒有說到什麼 沒有說到這一點 許智峰 口出狂言 我聽到 哇 我都真是著火 他說叫律政司 不要揪揪 不要插手 不要干預 我許智峰在告人 走開 你和我 那如果 回到一會兒 你不要立法 我來立法 各有各職能 關你什麼事 他現在是私人檢控 不如這樣 你可不可以多給點錢 你做法官的笨 是不是? 所以這些人 一朝得志 就語無論似 我們再講一下 偶代滿滿的 最重要是 是啊 非常之滿的 一哥都說了 只是呼籲人 捐錢給他們 那些律師打官司 一哥也有繼續講一下 那個被捕 還有有關的罪行 那些是怎樣的 年輕人 原來打劫 打劫的情況 都多了 打劫被捕的人 都有超過 今年 至今已經有64個 是上年的10倍 證明很可能 那些人的膽 大了 就覺得 咦 我做這些行為 就沒問題了 是不是都抓不到 汽油彈都抓不到我 剛才 NBC講到這個 汽油彈的問題 都不單止是零聲 是直接工廠化 大家記不記得 在理大和中大呢 是啊 很完善的分工 當時 是啊 分工都很清晰 直接有一個 整個是 作業鏈 生產出來 大家還記住 還有實驗室教師 去教他們 那些原材 你幫他們保持 記不記得 有一個案件是這樣 所以其實是很差勁 整條鏈不單止 還教你整個方法去搞 很完整 整條鏈真的是 不是區塊鏈 是暴動鏈 那一個再說 那些青少年反修例的案件 想起來都覺得很心痛 例如怎樣 11月13日 就是去年 2019年的11月30日 有人用磚頭 扔死了清潔工 也有女士清理路障的時候 被人圍毆 5月24日 一個14歲的少年 哇 真是狼死 因為手持裝有鐵釘的木棍 還有藏有汽油彈 被拘捕 哇 14歲你這麼狠毒 就是在這個 就是那個木棍上面 就是用木棍打人 已經夠厲害了 還要打鐵釘在那裡 增加那個傷口 那個殺傷力 是的 記得之前有一個人 就在元朗站 那些示威者的暴徒 就在元朗站那裡 就給一個速龍小隊 就拿一支棍拼 拼完之後 就他流血了 那些人就說 會不會是 是不是那支警棍裝了東西 又裝了釘在那裡 所以一打來就爆光 拼完 但其實就只不過是那個膠圈 不夠的 索住手而已 手指 怕它躺出來而已 對了 只不過是一個膠圈還是怎樣的 其實不是加料的 當然了 被人弄得好像真的加了料 裝了 怎樣的 你說速龍小隊 這樣加了一個環 還是怎樣的 說到有什麼謀殺 還是怎樣的 你想想 這個14歲少年 在木棍裝上鐵釘 在打人 那這些是什麼 沒有人說的 那些泛暴派 是不是 然後一個再說 其實就沒有人想見到 年輕一代就不守 不守法的意識 就被人荼毒到這樣 不過很不幸 就正正是今日的香港 哪些人荼毒他們 就是那些黃人 那些黃色暴徒的犯暴派 還有很多KOL 這些真是慶祝難輸 又繼續說 警隊的職責是拘捕犯罪的人 因此我們只有根據法律去拘捕一些犯了法的人 包括了這些年輕人 一個再說 認為警隊 因為這些人被污衊還是怎樣 是他們爭取他們的政治紅利 繼續了 還有說些什麼呢 還有不斷把這些什麼叫暴力 英雄化和浪漫化 令到這些年輕人的價值觀被扭曲 隨著可見是什麼呢 那些什麼連儂牆 或者他們很流行貼文宣的隧道 那些海報 畫著那些人戴著帽子 拿著汽油彈著火 準備扔出去的那些 又拿著什麼旗 在那邊扯那些海報 雨傘那些做武器那些 哇 我真的看到這些都是作嘔的 那些年輕人覺得 以為自己真的這樣 拿著工具帶著豬嘴 就代表自己是對抗暴政的英雄 那些什麼 那繼續再說 年輕人的價值觀被扭曲了 最可似 就是 他們 剛才所說的 叫人籌錢出來幫他們打官司 還是怎樣 年輕人就幫他們間接做生意了 但是他們自己的兒女 從來不會出來參與暴力的 當然 好像沒叫過朱凱迪的女兒出來 因為他的名字叫筆籤 所以不出來 筆籤 他爸爸就真的籤了 不幫不籤了 老籤就籤了 先王之王 是的 那形容了 現在香港呢 就是 法治災難了 原來一哥就再說 看到清理腦杖被圍銅的女士 覺得真的很心痛 究竟是誰將我們善良的年輕人 變成充滿仇恨的惡魔呢 我到時想想也是 都沒想過 那些人可以這麼小 可以空悍到這樣的 是嗎 你剛才說鐵釘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哇 你真是想拿人命 哭到一隻眼睛就猛了 是啊 打到一些血管 整個爆的 真是死人的 是不是 你怎麼這麼深仇大恨呢 是不是 要用鐵釘打在棍子上 準備這樣打人 我自己都下不了手 你說 好像台洋這樣打功夫的時候 玩那些六點半棍法 就是詠春那些 耍下棍法的 都無傷大雅 那些棍子都遷就人 都不會打得 就很狠地繫下去 是不是 我聽到台洋說 好像他練刀都用膠刀而已 是不是 台洋 是啊 是不是 在那裡 在那裡 練刀這個詠春的刀法 都用膠刀 用膠刀的一般 是 用膠刀 你猜好像葉文三那樣 是嗎 哄到哄哄的聲 不會的 自己都很害怕 刮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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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害怕的 就算有 有蠻蠻蠻 有重量的金屬 一般都不會 不會開工的 都是練習用的 有時候都會用到的 用到 有個重量在這裡 有個重量就來練習 感受又不同 不過這個 慢一點點 慢一點點 就是這個動作就會 用一點遷就 自己的良心 你究竟 什麼叫為之 適合什麼 叫為之 錯 有時候 沒有辦法 那些泛部派 可能連自己都騙了 是吧 就勸 那些年輕人 避免成為政治的犧牲品 向不守法的意識 就說不 又希望 各界能夠支持警隊 嚴正執法 最後 又對那些年輕人 講些什麼呢 即使你們年輕讀書很厲害 犯法是要負責任的 如果你們要做真正的英雄 應該就要對香港有承擔 站在正義的一方向暴力說不 聽到這個 我就想起近來的新聞 有一個Ivy的女生 好像很小的 被人搜到有汽油彈 就是床上有汽油彈 那就判錯了一年 多不值得 為什麽呢 真是最後一句話 為什麽呢 為什麽呢 為什麽你要想到 你要放汽油彈進去 要這樣做呢 我真的覺得 很心臭 真的看到這些 就是害死人 你們這些繁埔派的 經常跟人家說 什麽抗爭 什麽訴求 舉起手 就是你和你午餐 我們最多都是笑一下你 去商場涼冷氣 伏奇仔 就是你搞到 人家要這樣 就是淘獨到一些青少年 那樣要揹著汽油彈 覺得至於出去扔個汽油彈 就可以改變到社會 可以爭取到民主 民主不是這樣 是吧 就是你說香港什麽受到 什麽壓迫 又是什麽惡法 其實是沒有的 沒有的 有時有些人就信了那套東西 又抽離不了 那就沒辦法了 就一直在那個圈子那裏 繞來繞去 永遠都是以為世界是這樣 沒有選擇地獄 我覺得好像生生世世永不 超生下不斷輪迴在那裏 真的好慘 我覺得 是 還有 唉 老實說 說就說人生更精彩 你不叫他自己精彩一下 阿桑牙仔 是吧 是 沒錯 所以 很慘啊 我們讀一點留言 我們昨天的節目裏面 留言有什麽有趣的東西 或者可以直接說一下 Bond VL就說 黑暴沒有出來搞事 為什麽呢 主要是背後金主沒有放水 沒有錢收自然不出來 如果出來的那些 那些都是一些石油碟那些 就是傻傻傻 我昨天所說的 旺角 旺角無緣無故 走去扔幾個路障 扔幾個路障出來倒路 那些就抵拉了 AR 他説他們只會在那些位置 近西鐵站十字路口 就二散水 想問一下搞革命 怎麽搞啊 這樣叫做革命啊 訴求 爲什麽不進內街的 他們進內街 他們沒有人少 去到內街 完全沒有人理他 繼續說多一點點 汪空 他就說了 堅持抗爭是長毛的本色 他說今天有些人沒有去到 為什麽那些人呢 沒有人去美國領事館抗議 美國種族和歧視鎮壓人民 長毛是不是已經不在啊 爲什麽長毛不去美國領事館抗議啊 爲什麽不抬棺材呢 這位網友說得對 因為長毛以前不包括抗議 香港的事情 他連國際的事情都跟他 是的 巴勒斯坦他都抗議 是的 原來的 原來有的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啊 是的 有的 他很大的 有的 巴勒斯坦都可以啊 巴勒斯坦他都說的 是的 還有金正恩他都有 哇 那麽厲害啊 那麽繼續啦 Angela Chui 就說了 正常人都不會再捐錢給他們的啦 所以捐錢給他們的人是有病 那麽糟糕啊 都幾多人有病 都幾多人病啊 真是 重病的 捐到一億 612那些 我想真的都很大鑊 講一下那個 許遲峰 那個私人檢控的那件事有什麽呢 哦 原來那個的士司機也有被他打到重傷的 是啊 被那個 哎呀 真是慘啊 車都沒得安靜的 他那個是穩食車 可能是租的 真是慘啊 是啊 這些人 這些 哎 真是 Janet Tang 的士伯伯是被暴徒搶貸 盤夷失控 完全是受害者 那麽就是啊 不過其實我看司機呢 如果大家有駕駛就知道了 你駕駛很自然的就是叫做自然反應 你是習慣了避開事情的發生的嘛 或者是踩這個煞車制 是的 你很少真的會想到會撞到那些人 主要是的士司機 專業的司機 一定是被人那個已經是成為他的自然反應之一 所以你說什麼衝上人群怎樣這樣那樣那些呢 我就有些少要保留的 當然啦 除非我突然瘋了還是怎樣 或者可能有些什麼失控 就可能真的會撞到別人那裏 我覺得就不要說得那麼誇張 原來還被人打了一身的 真是慘啊 看看吧 Erica Law 哇 很多網友都為這個伯伯抱不平啊 當日場面多麼惡呢 誰人都知道 很多條片都很清楚 好 那個的士被一大群洪水猛修為主 就進退兩欄 司徒就開車離開 有暴徒打開前座 乘客在門搶貸才出事 哦 原來是這樣的啊 他們那幫人是不是還燒了的士呢 有沒有燒了的士呢 我看到破壞了 燒就不知道 不敢肯定 是嗎 我很怕他們想毀滅證據是嗎 有了片子的 你沒怎麼毀滅的 看著很多人衝上車搶台的嘛 哦 這樣就沒辦法了 搶台都搶完 真的沒辦法搞了 有些網友問我 那個圖是什麼啊 是一條間斜的 好了 良心伸縮尺 我跟他們說 好了 我們多讀兩個留言 今晚的節目就差不多了 好嗎 好了 有網友問 什麼時候才有錄 《少年A》 遲些就再錄 因為這段時間比較忙少少 也有網友問大馬Sir 什麼時候說東南亞的故事 什麼故事 邪述的還是怎樣 有的 有一宗90年代的邪述 哦 好了 大馬Sir下了這個時間浪 遲些要找數了 好 再讀多一個 哦 SC SC就說看不到那些暴徒 倒路給便衣 追緝他騙亂 大馬Sir有沒有片 就是講關於的士司機的 的士司機要這麼難找的嗎 應該不會吧 有人回覆他 他說真的要看 精彩 唉 我不知道 我就不會覺得精彩 我就覺得心痛 是吧 那麼 今節就差不多時間了 都希望 奉勸年輕人 真的要想一想 不要再受這幫 泛暴派的迷惑 今節多謝大家 晚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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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